祂想要为你建殿 祂那种心中的渴慕 无人可逼 主 谢谢祢今天早晨 正是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 祝祢圣灵就预备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早晨 就在祢殿中的敬拜 主 愿每一个人 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个人 主 我们的心都是 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祢 主 谢谢祢 谢谢祢每一天丰富的供应 谢谢祢时时刻刻成为我们的帮助 虽然我们常常软弱 虽然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神 但是主 祢总不撇下我们 祢总不丢弃我们 祢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主 祢就伸出祢的手在我们的当中 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 在风雨中 在艰难的时候 主 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 原来主 祢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 谢谢祢今天早晨 主 当我们预备来到祢的圣殿 来朝见祢的时候 主 愿我们的心 敞开在祢的面前 主 祢圣灵就这样来光照我们 主 我们心中有黑暗的 主 祢光照我们 祢也洗净我们 主 我们有软弱的 主 祢就扶持我们 主 我们有悲伤的 主 祢用祢的喜乐油 就加添在我们的身上 主 祢谢谢祢 谢谢祢 主 我知道 从耶和华来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从耶和华来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谢谢主 好吧 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会堂当中 我们就绕着我们的会堂 为着我们的会祷告 或者特别 或者今天早晨 我们在各堂会 我们要传讲信息的 我们的牧师来祷告 今天我们的台华语堂是王牧师 英文堂是Dr.Scar 我们的青年堂是胡大人牧师 我们就为着我们的牧师来祷告 求神真是大大的加添给他们的能力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 都成为我们领受 那属天祝福 属天的价值的那个管道 好不好 我们围绕整个会堂 我们站起来我们举手 我们为着每一个座位来祷告 虽然很多人还没有进来 我们现在在场的弟兄姐妹不到十分一 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为着每一个座位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那个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 那个祝福就临到我们的会堂里面 我们为着那些还没有到我们会堂当中 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求神帮助他们在路上的平安 求神带领他们 当他们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 就是经历那圣灵的同在 每一个座位 每一个座位 都会让他们走进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愿你的荣耀 现在佩然而降 亲爱的圣灵 我们张开我们的双背 欢迎你 主啊 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你要在我们的当中 欢喜快乐 主啊 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 为宝座的神 主啊 我们将我们的赞美 将我们的敬拜 将我们的全人全心 陷在你的面前 主 谢谢你现在会看我们的内心 而不是看我们外表的神 主啊 虽然我们人在这里 但是你应许我们 主啊 如同积淀的精病一样 主啊 我们三百人要胜过三万人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以寡击众 主啊 我们奉耶稣明宣告 主啊 今天你的荣耀 要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求你的灵 来开启众弟兄姐妹的心 当他们踏进这个会堂 主啊 你的灵就要触动他们 主啊 让他们的眼睛得开 耳朵得听 心得柔软 领受你的讯息 主啊 唯有你能够叫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亲爱的圣灵 求你来 求你来 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谦卑 回转到你的面前 为每一个作为 作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啊 愿你的灵 亲自对我们的说话 圣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现在就来到我们的当中 祷告奉耶稣 救命 阿们 好不好我们也为着 我们今天的敬拜团来祷告 我们知道敬拜团 是带着立位人的职份 带着弟兄姐妹 带着神的百姓 来到圣灵当中 一起开口来赞美他 当我们看见 旧约那些立位人 他们愿意 就是列队在前面 他们的赞美 他们的诗歌 成为新乡的祭 就达到神的面前 那个神的荣光 就降在他自己的圣灵当中 好不好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就开口 为着今天的敬拜团来祷告 求神真是加添他们的能力 加添他们的力量 让那个立位人的职份 就在他们的身上 带领我们弟兄姐妹 真是我们献纳最美好的祭 在神的面前 好不好一起开口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祢 主我们为着 我们今天敬拜团来祷告 主让他们在台上 所唱的诗歌 主是充满能力 也充满灵力 也充满主 祢属天自己大能大力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所开口 带领他们 带领我们每一个 众弟兄姐妹在这里 唱歌来赞美祢的时候 主我们的心就被祢打开 主我们的灵也被祢打开 主我们的眼界被祢打开 主让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愿意 开口唱心和来赞美祢的时候 主祢自己荣光 就大大的降临 在我们的当中 叫我们的圣殿 真是充满热华的荣光 主啊谢谢祢 主祢说祢荣光 要末后的荣光 要大过先前的荣光 主啊谢谢祢赞美祢 为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成员 主在我们在面前 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 祷告唱诗的时候 主我们都看见 主我们的心都跳动 主我们都愿意 真是欢呼赞美 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谢谢祢赞美祢 主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里预备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 主我们来这里不是偶然的 主我们来到这里 但是主祢自己已经预备 我们在这里得着祢的福分 预备在这里 看见主祢那福音的大人 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谢谢祢 主我愿意今天 还有许多 可能还是木道友的 他们还没有信主的 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的 可能今天有第一次 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 主祢的圣灵就来得着他们 主祢就来开他们的心 主让他们看见听见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回转来归向祢 主啊谢谢祢 为我们的敬拜祂 今天早晨的服事 主每一个人 主就带到祢的面前来 主我们今天 这个灵上的毕二姐 我们的团队 主我们完全的恭敬交托 仰望在祢手中 求祢自己珍视 祢的圣灵就高膜 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所唱的诗歌 就成为众人的帮助 谢谢主赞美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来 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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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送去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今天预备好 要敬拜我们的神吗 我们的神是可喜爱的 我们的神是充满了荣光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早上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他 好不好 我要听到台下的弟兄姐妹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愿台上台下的赞美 喝味一气 一起来颂赞敬拜我们的神 好不好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他 主啊我们赞美你 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今天早上我们要用夸盛的声音来赞美你 哈利路亚 你是我们的神 主啊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 主啊我们今天欢辛苦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知道 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力量 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喜乐 哈利路亚 赞美你哈利路亚 赞美你哈利路亚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拍掌 欢迎我们的神来到我们当中 好不好跟你左右弟兄姐妹说 今天你要遇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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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自民 何以聚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用牌掌 我相信 他领到我们当中 新来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中献奇妙神经将显明 天山播放 across Holy from the dead 神的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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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更不寻求祢 在这里 哈利路亚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现在在这里 耶稣现在就在这里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掌线奇妙神经教写地 天上祸独将定在这里 哈利路亚好不好 再跟弟兄姊妹左右弟兄姊妹说 今天我们都要大声的夸慎 耶和华就在我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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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之名何以狙击 可且期盼遇见祢 遇见祢 天要敞开 胜利到船边 因为我们更不寻求祢 在这里 哈利路亚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现在就在这里 是的 我相信 阿们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掌线奇妙神经教写地 天上祸独将领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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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宣告 是的 耶稣 阿们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掌线奇妙神经教写地 天上祸独将领在这里 天上祸独将领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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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掌线奇妙神经教写地 天上祸独将领 地上尘独将领在这里 在这里 荣耀掌线奇妙神经教写地 天上祸独将领在这里 Hallelujah 最大的掌聲 榮耀奎給我們的神 Hallelujah 主啊 祢的同在都帶下更新 Amen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Amen 祢喜樂的江河就在這裡永流 Amen 奇妙神奇將在這裡顯明 Amen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Amen Amen 感謝主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主 祢讚美祢 哈利路亞 Imane你的神啊 祢是與我們同在的主 哈利路亞今天早晨 主啊降下祢的同在 祢榮耀的國度要在我們當中 彰顯出來 主啊我們全心的來渴慕祢 全心的來敬拜祢 我要教祢自己榮耀的國度 彰顯在我們當中 謝謝主 讚美祢 神的聖母在人間 祂與我們同處 我們是祂的子民 我們是祂的子民 那就是我們的神 神的子民 今前來 封出的名句 光臨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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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敬拜 敬拜 很荣耀充满此地 在祢同在祢释放出大恩 将一切都安静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在 我要仰望祢奇妙容颜 喜在尽在勇在全能者 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在 让我看见祢永恒我渡 我要尽力祢大恩作为 喜在尽在勇在全能者 我决心敬拜 主啊今天早晨 我们要再一次经历与祢面对面 主啊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主啊仿佛我们在祢里面 能够再一次地得到更新 主啊我们相信 主啊祢荣耀的国度 要在祢的教会再一次地来彰显出来 主啊在祢的教会显出祢的能力 主啊显出祢的大能 主啊显出祢救赎的能力 和福音的大能就置放在我们当中 主啊今天早晨 主啊我们渴望再一次遇见祢 渴望再一次 主啊祢的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 激动我们的灵 主啊好叫我们跟随祢 不疲倦不软弱 主啊我们来为要得着祢自己 主啊好叫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带着祢的能力和荣耀 主啊我们谢谢主赞美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神的掌母在人间 祢与我们同主 我们是祂的子民 祢就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神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尽全埋 丰富的命去祈祢敬拜 敞开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也需要祢 敞开我们的口 尊重祢敏 祢在我们敬拜中 祢宝座舍宜 荣光照耀我们 祢很荣耀充满私底 在祢同在祢 在祢同在祢 释放出大灯 将一切 祢是我们的心 当我进入祢 荣耀充满私 我要仰望的虚妙容颜 喜在尽在永在圈奔着 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在 永永远 当我看见祢永恒国度 我要尽力祢 那能作为 心在尽在永在圈奔着 我全心尽在永远 我全心尽在永远 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从我们的心里来呼求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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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们全心的敬拜祢 奉赞祢的名 愿祢荣耀的同在更新我们 唯有祢配的 奉赖祢荣耀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在 我要仰望祢奇妙容颜 喜在尽在永在前任者 如今如我们永远同在 让我看见祢荣耀过渡 我要尽力祢荣耀同在 喜在尽在永在前任者 我全心敬拜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在 我要仰望祢奇妙容颜 喜在尽在永在前任者 如今如我们永远同在 让我看见祢荣耀同在 我要尽力祢荣耀同在 喜在尽在永在前任者 我全心敬拜 喜在尽在永在前任者 我全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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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敬拜 我全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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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永在 如果受okederer 我要的尽在永在 主啊 不管我们的人生在高山或低谷 主啊 我有祢是我们的主 我有祢是我们的神 主啊 当我们的心思 主啊 不再与祢同行的时候 求祢改变我们 求祢光照我们 主啊 对祢的教会来说话 对祢的儿女百姓来说话 哇 我们需要走一条新的路 再一次的跟随耶稣基督祢的教宗 谢谢主 赐下新的意向和新的能力 叫祢的教会能够发出祢荣耀的光辉 谢谢主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神要做新事 我们神要做新事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记住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前 新的意向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方向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天要敞开 恨高清高下来 神破族的荣耀彰现 绝地都要渴望呼喚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明引力 看见心底一笑 你要做心的事 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一起发出我们的呼求 全地都要渴望呼喚 耶稣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天要敞开 恨高清高下来 神破族的荣耀彰现 全地都要渴望呼喚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明引力 看见心底一笑 你要做心的事 在我们中间 全地都要渴望呼喚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祝你福音能够透过教会 再一次的 祝啊发出人光 祝你国度的荣耀再一次的彰显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祂 都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一摸出荣耀的武藏 勇敢地向着标战翅膀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一摸出荣耀的武藏 勇敢地向着标战翅膀 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是你向神 发出你的渴慕的时候 如果你期待在这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 神能够再一次的激励你快跑来跟随他 好不好当我们再一次从头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 也求主脱去我们一些老旧的习惯 老旧的思维 让我们带着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能力 能够进入神国度的荣耀 好不好 Amen 将自己先上当作活迹 做主圣洁归宗的祈明 是否父母会比宗主教管我 使我瓦齐里充满我大能力 揍去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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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等随耶稣 等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拖去双手赞美你我主 主要献上我们的全人 决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让我们再次同心的宣告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勇敢地向着标杆翅膀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 我们的标杆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谢谢主 弟兄姐妹请坐 你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标杆 我们是把我们的心都敞开 就是说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的主 全人全心都归给你 我的主耶稣 亲爱的父神今天早晨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也要寻求你的面 愿你今天早晨 我们的敬拜成为那新香的祭 就陷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早晨起来 就从你支取你属天的能力 谢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 教会开始要投入在 幸福小祖的福音事工里面 我们不是为了 教会更多人而已 乃是为了把福音的真光 就带给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周围的人 愿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把领受福事的恩典 看为宝贵 来经历 与你同工的美善 我们就越福事 越甘甜 愿我们预备好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在佩搭福事的当中 祝我们互相扶持 彼此体谅 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合一 定金在你的身上 也求你在我们中间 赐下那彼此相爱的心 能够使我们成为 教会的帮助 愿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我们在这里 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 我们愿意每一个人 成为那福音的管道 主我们不仅从你领受 从你来的爱 主我们愿意那基督耶稣的生命 基督耶稣的爱 从我们身上就流露出来 我们就来爱我们身旁 每一个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学 谢谢你 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来守望祷告 主我们就来成就 这美善的工作 谢谢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名 成为我们的力量 谢谢主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把我们最大的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 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 或是弟兄姐妹 我手上没有拿到任何的名单 但是好不好 左右看一下 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 OK 好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吗 我们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互道平安 真的 你可能会在一起 对她可能认识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教会 这个礼拜重要的事项报告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报告 各位兄姐平安 我是碧儿 且让我们一同来关心本周重要事项 幸福小组研习会 为了加深对幸福小组的理念 我们将在未来的一个月 每周六的晚崇拜中 重新的播放杨席如牧师 四个重要讯息哦 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 踊跃的来参加 感恩节洗礼及献儿礼 于11月24号礼拜六的晚崇拜 及11月25日的主日 亲从台语华语的崇拜中 将举行洗礼及献儿礼 请预备接受洗礼及献儿礼的 弟兄姐妹快快地向各区目报名哦 报告 11月22日感恩节 11月23日上午加乐团契 姐妹会 晚上的儿童团契 及英文学生团契 暂停聚会一次 当天的教会场地使用 暂停一次 敬请留意 洗礼报告 上主日 林德云传道 在蒙世疗养院 为汤忠义 简秀之 施洗 求主兼顾他们的信心 感谢弟兄姐妹热情的参与 今年我们洛福暑期短宣 到了台湾 缘店 墨西哥及圣地雅各 散播基督福音的种子 其中包括了洛福牧师团队 雅各团契 彩虹团契 还有活水团契等 许许多多童工们 去圣地雅各 辽可宏 Family Welcome Center 关怀叙利亚难民 Melody长老 也带领女儿到墨西哥服事 彭韵华弟兄 前往缅甸宣教 在台湾也有两个团队 分别透过VBS 接触到150位幼稚园 及小学的儿童 及联合台湾西海岸 所有教会的品格营团队 总共与2800多位国中生连结 感谢主 今年弟兄姐妹 为暑期短宣 总共奉献了17000多元 加上许多参与者自掏腰包 完全满足教会 所有暑期短宣的支出 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 洛福寺宣教的教会 您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 参与宣教的施工 尤其是您的带导 我们的神是随听祷告的神 需要您横切地祷告 相信他必祝福我们前方的施工道路 也欢迎您一同加入短宣团队 透过洛福教会与宣教部 柯一红长老联络 参与洛福教会地方上的各项福音施工 若是您有负担 也请用奉献来支持 我们教会一年有11多万元 来支持16位国内外宣教士 宣教机构 属其短宣 职堂及地方的宣教士工 今年到9月底前 我们总共收到有8万多元的奉献 求神兴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借着奉献来托住在宣教上的各项需要 我们不一定是宣教士 但我们还是能做宣教士 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宣教士工带导 参与及奉献 求神使用洛福走出去带领门徒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 更多的详尽内容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请让我们一同来带导 为教会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能更坚固朝向 造就门徒宣教及传福音的方向 发展祷告 求神让每一位门徒都看见那领人归主的属天的价值 乐意为师上的灵魂付上代价 引人认识耶稣 本主日是阿尔法的节夜市 请为40位的VIP都能填表受洗来祷告 为世界祷告 加州的森林野火 在北加州与南加州造成近七千栋的房屋被毁 带愚人丧生 而且野火仍旧在烟烧 求主怜悯 让野火快快地熄灭 求神安慰那些失去房屋 财彩与亲人的人们 好不好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身旁 走友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了我们刚才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这些许多的 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来的事情 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 愿神真是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看见我们的苦情 主就伸出他的手 主就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耶稣 我们再一次为了加州 北加州南加州的大火来祷告 主真是求你自己来怜悯这块土地 主我们看见有许多人流离失所 有许多人丧失生命 主啊我在这里向你来呼求 主你自己把这一场的火 主你自己来熄灭它 主我们真是为了那些离开家园 被迫离开家园 需要帮助的这些灾民们 主你自己也看顾他们的需要 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 主虽然看见真的火烧了 几个礼拜 但是主我们知道 主在你有那数不尽的恩典 所以为着我们教会 这是宣教的工作来祷告 主我们看见 真是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听见福音 主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成为 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宣教士 或是近处的或远处的 主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你摆上 主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谢谢主今天早晨 主和牧师要在我们当中分享 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 主你自己也来充满它 圣灵充满它 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帮助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传讲一个讯息 叫做以步道为导向的教会 以步道为导向的教会 那么在两个礼拜以前 11月2号到4号 我们洛福教会 跟圣家古罗省基督教会 两个教会一起合办 洛杉矶幸福小组研习会 在那一次呢 有84个的教会跟团体 来到我们当中参加 有将近1000个人 参加这次的研习会 那我们自己教会呢 也有接近200个弟兄姐妹参加 但是接近200个弟兄姐妹参加 还是大部分弟兄姐妹呢 都没有机会来听到 这个幸福小组的理念 信息跟怎么样做 这个幸福小组的训练 那么所以我们决定 就在从昨天开始 这样四个主日的时间 我们在礼拜六晚上 就会重播 幸福小组研习会里面 四个重要信息 这四个信息呢 怎么说重要呢 其实不是我说它重要 是杨矶如牧师告诉我 他们很重要 所以是他从他六个信息里面 选了四个信息 那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 来重播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您在那一个主日 在那个周末 11月2号到4号 没有机会参加 幸福小组研习会 那么在礼拜六 从昨天开始 这四个礼拜六连续下来 我们会重播 幸福小组研习会的内容 四个信息 那么在主日 在台华 其实我们包括 我们的青蟲跟英文 其实我们也都会同步地 根据我们礼拜六 所播放杨矶如牧师的信息 来传讲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我要传讲的信息 事实上就是根据杨矶如牧师 在研习会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叫以步道为导向的教会 所整理出来的 那希望呢 借着这样子 来加深我们对 幸福小组的理念 那同时也让大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做 幸福小组 我们需要来做 幸福小组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不同的 这些群体里面 而这些不同的群体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对我们的性格 都有很大的一些塑造力 那其实家庭 对我们有塑造力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 家庭对我们的塑造力 小到 小到说你怎么样挤牙膏 对不对 这个也是从家庭里面 塑造出来的 那大到怎么样 大到你一个人 你对于这些生命 对于很多事物的 这些价值观 性格 就是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 那么社会对我们 也有影响力 其实你想想看 说一个例子 大部分的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你走路的时候 都是靠右边走 开车的时候 是靠右边走 可是靠右边开 可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是靠左边的 比如说你如果到日本 如果到英国 这些国家 还有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地区 他们开车走路 是靠哪边 靠左边 所以有时候我们 去到那些国家里面 我们突然之间 那个还是改不过来 就你走路的也好 甚至你开车 那就更危险了 你发现人跟车 都是怎么样 冲着你来 这就是 这就是其实这些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文化 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力 其实教会对我们 也很有影响力 我听说有一个人 有一次他刚信了主 然后他加入一个教会 到了教会之后 他就发现 这个教会的人 祷告 祷告一半就要 祷告一半就要 原来祷告就是要 祷告几句 祷告几句 结果他觉得 不过他想一想 这还是蛮奇怪的 为什么祷告就要 一下 那是不是这样子 一下 那神才会垂听 后来他就做了一些研究 后来他就发现说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教会有一位 的主任牧师 他曾经中了风 中了风之后 嘴有一点歪 嘴有一点歪 祷告之后 祷告 祷告 所以那个口水 就会要流下来 所以要为了 避免不让他 口水流下来的时候 他祷告到一半之后 他就要怎么样 吸一下口水 所以大家都听到 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 祷告祷告 祷告到非常热烈地 一下 所以大家这些同工 慢慢就以为说 原来祷告的时候 就要 一下 这样神就会垂听 就慢慢以后 他们的教会人 祷告就会怎么样 一下 这样子 所以说 这就是教会的文化 来影响我们的这些生活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 得救的人 他的聚集 得救人聚集 那可是我们要问 居然这些人都得救 得救就好了啦 那为什么主耶稣 基督在我们得救之后 他还要怎么样 还要设立一个教会 设立这个教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教会里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不完全都是 按照什么 按照主耶稣的心意 来做的 很多时候是 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文化 我们的习惯 所怎么样 所养成出来的 其实很多华人教会 都说 我们自己是 叫福音派 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 你看我们的 这个招牌上面 写一个 洛杉矶台什么 福教会 就是我跟大家讲过 那个福字 就是福音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 福音基督教会 可是你知道很多教会 自称自己是福音派 可是他们这个福音派 教会就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呢 就是说自己是福音派 但是怎么样 不传福音 不传福音 一年到头 其实难得 教会里面 难得有一个人受洗 你知道我们去年教会 去年教会 从去年的九月 到今年的九月 教会一共多少人受洗吗 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 我跟你讲 大概一共有48个人受洗 一共有48个人 感谢主 但是我觉得什么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怎么样 我们还有很多 努力的空间 因为这个 远远不到我们教会的多少人 远远不到我们教会的 不到10% 我们向主来求 我们要超过10% 20% 所以说很多福音教会 他的特色是什么 说自己是福音派 但是怎么样 不传福音 那另外一个福音派的特色 是怎么样 说他是遵从圣经 是他信仰的最高权威 可是有时候做事情呢 却不照圣经来做 比如说 比如说 其实我们一个人要受洗 一个人受洗之前 我们通常会叫他上什么班 洗礼班 大家都知道 你要受洗就要去上洗礼班 可是你去看 圣经里面 其实很多人受洗的时候 他并没有上过洗礼班 你记不记得 我们的大师兄彼得 彼得在圣殿里面 一讲到之后 有多少人受洗 三千人 而且他说 那一天都三千人受洗 我不晓得 那一天光洗都已经来不及 洗到手软了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那三千人 还有上过洗礼班吗 没有 后来呢 埃提亚伯那个太监 对不对 埃提亚伯的太监 他说他走路走到一半 那个斐利子向他 讲了几节圣经 结果他就怎么样 他说这里水多 他就怎么样 他就受洗了 尼哥迪姆一家也是 彼得讲到还没有讲完 对不对 讲到还没有讲完 不要想说上受洗班 讲到还没有讲完 结果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全家都受洗 还不止他的家人 还包括他什么 亲戚 你去看神仙 还包括他的好朋友 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说其实教会做的事 不见得都是 耶稣基督要教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耶稣基督所示例的教会 还有什么本质 他的使命是什么 教会的本质跟使命 就是教会是信任的聚集 却是为不信任的存在 教会的使命是使万民 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你常常看到 如果说有一群人 在聚集的时候 有些聚集的时候 你就会很奇怪 这里怎么有人聚集呢 你就会看到 这些人聚集是谁 谁在聚集 他们为什么要聚集 你想想看说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有人路过这个地方 然后看到礼拜天 有很多人聚集在这个地方 车子一直来一直停 因为这个地方 是一个工业区 工业区礼拜天的时候 都是不上班的 对不对 旁边那个 Federal Building 也是空空的 对不对 所以这路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 怎么大家都集到 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 其他的停车场 都是空的 这个地方的停车场 却是怎么样 满的 所以他就会提问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接着 你们到这里来什么 做什么 其实教会的本质 在问我们什么 教会本质就是 我们是谁 然后教会的目的呢 就目的就是 我们来干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其实教会到底是谁呢 其实保罗 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呢 第三章的地方 就这样讲到 他说 如果我单言日久 你们就可以知道说 就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 当怎么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这里的住食跟根基 大宅尽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穿越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教会是一群人的聚集 就当这群信徒聚集的时候 其实教会呢 是有神的真理 他说大在尽前的奥秘 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注食 跟根基 所以教会有真理 但是很记住 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这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 这真理不是什么样 不是我们把自己 关在教堂里面 然后仿佛什么样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真理保护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世界外面的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才不会污染到 我们教会的真理 不是这样子 他讲到说 教会有真理 教会是真理的注食跟根基 但是他不说教会这个真理呢 我们是应该把它保护起来 不是的 他说这个真理是怎么样 这奔礼是被传在外邦 被世人信服 因此 你可以看到说 当教会宣称 他拥有真理的时候 真理是拿来干什么的 真理拿来 是进入世界里面的 真理是拿来怎么样 是一个攻击型的 真理并不是防备型的 好怕 好像什么 好像我们如果不把真理 保护起来 真理自己会怎么样 自己会灭亡一样 所以说教会到底是谁 我们都已经得救了 但是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其实你要自己得 教会什么 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 教会是什么 是为不信的人存在 我们大家想念一次好不好 来清 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 却是为不信的人怎么样 存在 所以教会人不是只有聚集 教会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信的人的聚集 但是我们是为那些 不信的人存在 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来看看 耶稣出场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耶稣来到这世上 他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走在加利益的海边 他开始呼召门徒 那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 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 这个地方就讲到了 他讲到什么 一样的话 他说来跟从我 他就对 这是对谁讲的 对两对兄弟讲的 安德烈彼得 跟什么 约翰跟雅各 他就讲一样的话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怎么样 得人如得语 你在听到这个地方 得人如得语 他们本来就是渔夫 他讲他在这地方 得人如得语 你不会误会说 耶稣要让他们怎么样 他们捕鱼的功力 更为 更上一层楼 不是 他在这一章 讲到得人如得语 你非常清楚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要让你们怎么样 你们很会抓语 但是我现在让你们怎么样 传福音 很会传福音 很会得人 怎么样 就像你们很会抓语一样 等到耶稣 复活之后 要升天之前 等于说 耶稣要离开我们之前 他又这样对门徒讲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那个地方 他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 做我的什么 见证 讲到的还是传福音 那么讲到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第十九 第二十节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说 这就是大使命 耶稣升天之前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 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怎么样 世界的末了 事实上 我很喜欢把这个地方 直到世界末了 直到什么 直到没完没了 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 对不对 因为即便是现在 他还是我们 以马内力的神 所以这地方 耶稣出场的时候 想说 我要使你得人如鱼 要离 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又跟我们讲 你要在全地做我的见证 并且你要 使万国做我的门徒 是我们也讲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 主啊 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跟你讲 不要花在寻求神的旨意身上 对不对 因为神的旨意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出来的时候也讲 他要离开的时候也讲 已经很清楚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 在那边教导说 哎呀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有这么难明白吗 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耶稣讲得再清楚不过 神对我们的旨意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万民做他的门徒嘛 就是去传福音 所以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教会的目的 那就是什么 步道 所以步道 是教会唯一的使命 不只是唯一的使命 步道是教会怎么样 永远的使命 所以说教会可以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什么东西都不干 就是只有一件事 不可以不干 是什么 就是步道传福音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 就是有一件事不能不做 就是步道传福音 可是现在好像很多教会 什么事都做了 就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是什么 就是传福音没有做 就是传福音没有做 这步道是教会唯一的使命 如果说以后再有人问你 你说教会 教会的本质是什么 教会的本质就是 我们是一群信的人聚集 但是我们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 让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 你说这个教会的目的 就是什么样 就是传福音步道 传福音步道 你说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门徒训练 是的 门徒训练也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什么 还是为了一样 步道传福音 还是为了步道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讲 使命使命 你知道什么到底是使命 什么是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 教会常常讲两个字 一个叫使命 一个叫意象 一个叫使命 一个叫意象 你知道什么叫使命 什么叫意象 你记不记得 保罗有一次 保罗有一次 那么他本来要去 劈推你传福音 结果耶稣 我领不许 结果到了晚上 他做梦的时候 梦到一个马其顿人 就很稀奇了 保罗怎么会知道 他是马其顿人 你觉得他怎么会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想可能 他的讲的话不一样 他的穿的衣服不一样 对不对 可能长相呢 也跟他不太一样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他是马其顿人 好了不用猜了 再大不了 事实上圣经有讲 他说请过来我们这边 他说他是从马其顿来的 好了你可以看到说 保罗他在做梦的时候 梦到了马其顿人 那请问 这个保罗要到马其顿去 这个是保罗的意象 还是保罗的使命 是哪一个 是他的意象 这是保罗的意象 保罗的意象 所以常常我们在讲到说 使命跟意象 我们搞不太清楚 使命是什么 刚刚讲的 使命是什么 使命是传福音 保罗去马其顿的使命是什么 保罗去马其顿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传福音嘛 对不对 他不是去那边卖烧饼跟油条 对不对 保罗去马其顿的使命是传福音 那么他去马其顿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意象 是他的意象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是什么 所以使命是什么 使命 使命就是目的 保罗去到马其顿 马其顿呢 去马其顿传福音是他的怎么样 是他的目的 但是他去马其顿 这去马其顿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意象 可以说是他的手段 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过程 是他的过程 所以说你看看 很多人有时候我们说 我对年轻人有负担 我对年轻人有负担 就是说你对你 对传福音有负担 对年轻人传福音有负担 那请问这对年轻人有负担 这是你的使命 还是你的意象 这是你的意象 但是你的使命是什么 还是步道传福音 对不对 还是步道传福音 所以我们来说 其实使命就是什么 使命是目的 而怎么样 意象呢 意象可以说是一个手段 那么教会的使命的实践 到底是什么 教会使命的实践就是步道 步道还有什么 还有步道 还有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 还有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建立教会 其实使命有一个特色 使命有一个特色 使命的特色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 我有一个使命 我的使命叫做做面包 那么你问他说 那请问你多久做面包一次啊 他跟你讲五年 对不对 你想他这个是不是他的使命 这个不会是他的使命啊 对不对 我可能比他都还常做面包 他五年才做一次 他不会是他的使命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传福音是我的使命的话 其实使命本身就有一个特色 那个特色是什么 特色就是 他就是常常在做 一个人跟你讲说 我的使命是做面包 那就代表说 他是常常在怎么样 做面包 对不对 他怎么样 而且是什么 说到命 这命就是关乎生命的事情 就非常重要了 对不对 使命很要命 我跟你讲 使命很要命 这时候我们就想说 他不是偶尔在做 他是常常在做 而且他是怎么样 一生都在做 有人跟你讲说 我的使命是什么 是做面包 那么你就会想说 他做的面包会好吃 还不好吃 我想他做面包 大概应该是不错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的使命是做面包 你一怎么样 你一吃进口就马上怎么样 哇啪啪啪吐出来 你说他的使命会是做面包吗 他离做面包还很远 所以当我们说 其实一个人的使命 是做面包的时候 其实他还有个特色 使命的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不但你是常常在做 一生在做 而且怎么样 你应该做的怎么样 做的都不错 不会你做的面包 做出来之后 怎么样 连丢给狗 狗都怎么样 狗都不理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说同样的 当我们基督说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都说 我们的使命是步道 是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 同样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传福音 我们的传福音的果效 是怎么样 那既然说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呢 就是什么 步道传福音 那么教会呢 这样子一个步道 为导向的教会 其实它有三个核心价值 第一个呢 教会要传人听得懂的福音 第二个 教会传福音要全心全力 第三个 教会要用诸般的智慧 来传福音 教会要传人家听得懂的福音 人家听得懂的福音 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 这样讲 他说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其实在这地方 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 其实神为了救人 神主动的将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他改变 改变 主动改变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也没有叫耶稣 道成肉身啊 没有啊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道可以成为肉身 所以根本就从来没有人 去求过说 神啊 请你道成肉身 没有 是当神成为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你可以知道 神成为道成的肉身 为的是让人可以听到 可以让人知道 可以让人信到 还可以让人行到 直到今天耶稣基督 还是住在我们的当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是 以马内力的神 他还住在我们的当中 你想想看 当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神 他为什么要变成一个人呢 其实从救赎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救赎的角度上来讲 其实这是怎么样 因为变成人 人才可以怎么样 明白 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信到 变成人 人才可以明白 这就好像 就好像你请爱因斯坦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能不知道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都听过说 爱因斯坦有一个 很伟大的理论 叫做相对论 直能互换 我们都可以知道 E等于MC的什么 平方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能都知道 能量等于什么 质量乘以光束的平方倍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我们如果讲了 如果说 请爱因斯坦来跟我们 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E等于MC2的时候呢 其实爱因斯坦就必须什么 他就不能用那个 他在耶鲁大学 教那些物理学的 博士班的学生的语言 但我们是素人嘛 对不对 我们是素人 他就必须把他那个 很高深的学问怎么样 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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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水灌 不是灌水 冲淡 代流的不是灌水 这个是不一样的意思 代流 就是稀释稀释 再稀释 稀释到你我能够听得懂的 什么 language 对不对 才不会我们只知道 E等于MC平方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为什么E等于MC平方 同样的 为什么道 道在那里 他怎么让我们明白 道成了肉身 成为我们的样式 来到我们的当中 其实到荣耀的神 变成人的时候 从神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奥秘 叫做什么 叫做辅救 他辅救了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样式 但对人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叫尊容 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传一个道成肉身 说一句话叫做 人家听得懂 人家听得懂的福音 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 英国女王到你家拜访 伊丽莎白二世 已经90岁了 到你家拜访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感到非常的什么 尊容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跟他怎么样 造个合照 对不对 合照 而且把它裱起来 而且把它挂起来 对不对 而且还要上面 叮咛 千叮咛 万叮咛 要世事代代 怎么样 流传下去 那你在留什么 你在留什么 我要把那尊容留住 这样听得懂吗 我要把那尊容留住 我们以前那个 St. Gabriel 有一个叫 鑽石广场 还叫什么广场 大华那个广场 楼上有一家餐厅 我每一次去都很喜欢看他 墙壁上有一个画 那个画是什么 那个画就是我们的前州长 我们前州长叫阿诺什么 斯瓦辛格 谢谢 阿诺斯瓦辛格 跟他的合照 阿诺斯瓦辛格 看着他 他看着阿诺斯瓦辛格 那个合照 我看到 有时候我笑 如果 如果这个阿诺斯瓦辛格 就在那个照片里面 那个老板是我的话 那阿诺 我站在阿诺旁边 阿诺一定是这样看 那我一定是这样看 对不对 这个很有意思 那为什么他把照片照起来 挂在他的餐厅里面呢 我们是来吃饭 不是来看照片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当他跟阿诺照相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尊荣啊 他感到非常的尊荣 是不是呢 那阿诺呢 有时候看我 当然就是辅救的看我啦 对不对 所以他感到非常尊荣 所以他要照相 表起来 挂起来 所以说保罗 在这个地方 他说 他说当我们 当我们也把这个福音 传出去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 非常非常深奥的话 他这样讲 他说 所以说 道神肉神 住在我们当中 有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那么我们呢 我们要把道传出去的时候 其实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像着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做做什么 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怎么样 总要救人 那两个字 救人那两个字 不是把人 不是把人从水里面拉出来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招人出黑暗路 奇妙 光明的美德 就是传福音的意思 所以说 凡我所行的 所行的 都是为了什么的缘故 福音的缘故 为了要与人同德 这什么的好处 福音的好处 所以说保罗 不是一个变色龙 保罗不是为了变色而变色 保罗变色 被像软弱人 做软弱人 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看到罗马人就说Latin 像看到希腊人就说Greek 对不对 看到这个希伯来人 就说什么 希伯来话 看到中国人就说什么话 圣经没有记载 对不对 但是我们相信 如果说他看到 他看到中国人的时候 如果说他真的看到 你想他会说什么 你好 对不对 他再怎么样 他就要讲 挤出这两个字 你好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道成肉身里面 就包含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第二个原则叫做尊容 向着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的是让他们能够 感觉到我对他们怎么样 把他们奉为上宾 怎么样 让他们受宠若惊 让他们心容易怎么样 就打开了 对不对 当人家把你奉为上宾 尊容你的时候 你心容易打开 你说心容易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再来呢 福音就容易进去 福音就容易进去 还有一个道成肉身 是讲的是什么样的话 那个原则叫做对焦 要讲人听得懂的话 你再好的道理 如果人听不懂 都会什么样 明明是神的话 都会变成什么话 神话 对不对 再好的道理 是神的话 都会变成神话 人听不懂 所以说教会不能够 属灵到一个程度 不能够属灵到一个程度 讲的话好像都是神话 那连信徒自己都听不懂 都听得糊里糊涂了 那不信的人这怎么样 不信人一次就怎么样 一次就拜拜了 他就不会再想再听了 所以说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神透过教会 向不信的人来讲话 因此教会要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人家听得懂 人家听得懂的福音 教会要传一个 人家听得懂的福音 就是什么 要什么 我们常常说 你讲事情讲重点好不好 对不对 你做事情要有什么 我们讨论讨论半天 已经从怎么样 已经从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 变成讨论北京烤鸭了 对不对 那就怎么样 失去焦点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要跟人家讲的时候 我们要讲个什么 让人家听得懂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对焦 所以说传福音 不光是讲神学上正确的话 还要讲什么 还要讲合一的话 什么叫合一的话 合一的话就是听得懂 还要听得懂 如果什么 不但是要能够听得懂 还要听得进去 对不对 你只听得懂 听不进去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传一个福音 不仅要让人家听得懂 还要能够听得进去 还有一个教会的核心价值 就是教会要全心全意来传福音 在贝利比书里面 保罗这样写到说 我每逢想到你们 菲利比教会 我就感谢我的神 为什么 因为每逢想到你们 你们我就为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常我就想到你们 哎呀我为众人祈求 想到你们 我就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为什么会欢欢喜喜呢 因为从头一天开始直到今天 从菲利比教会成立的 头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你们都是怎么样 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只是保罗对菲利比教会 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说他们从头一天开始 有菲利比教会 他们就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什么叫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其实意思就是 他们教会是集中他们教会的资源 在传福音 不像现在我们很多教会 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事工 有 但是是什么 是我们众多事工之一 但是在那个地方 他说 这个同他们 头一天成立开始 菲利比教会就是 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也就是什么 他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怎么样 以传福音为中心 不怎么样 保罗还说 他是怎么样传福音呢 他说 我情愿尽我的力气 尽我的力量 把福音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所以保罗传福音 是怎么样传福音 保罗传福音是 尽他的力量 我们这句话 已经被我们挂在 被我们挂在嘴边了 我一定尽量 我一定尽力 但是保罗说的是怎么样 我一定尽力 这不是辽背一格 不是辽背一格 他是什么 尽他的力量 所以这两段的经文都说 就说得非常清楚 其实 一个步道为导向的一个教会 它有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传福音是我们事工的中心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叫什么 同心合意 尽心竭力 要全心全力 集中教会的资源 一起来传福音 你想想看 当一个男生 要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样追求 他只是 众多追求目标里面的 其中之一 请问他会不会追得到 请问他会不会追得到 怎么弟兄都不回答我 如果你追一个 你要追求一个对象 你说你只是我众多 追求对象之一 请问你会不会追到 不会啦 现在弟兄终于醒过来 不会 不一定 我想不一定 那赶快去买拉头 对不对 当然没有全心全意 当然追不到 所以你想你要成为 某种的专业 要成为某种专业 你要怎么样 你要全心全意 我女儿现在在大学念书 她常常跟我讲 她说爸爸 好像要成为任何的专业 都很困难 说那就对啦 那就对啦 你要成为任何一种专业 都不是随随便便 清清菜菜 不是清菜的意思 那是台语 就是随随便便 对不对 清清菜菜 随随便便 你就可以成为某种专业 你想要成为医生 你就要怎么样 一头栽进去 就要怎么样 专严医学 你要成为工程师 你就要一头栽进去 你才会成为一个工程师 那么我们当一个基督徒 你说当我们教会 要传布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会成为专业 我们就是清清菜菜 我们就可以成为 一个专业的传福音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她说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说教会既然是 她的目的是传福音 我们就要专业传福音 如果说你说专业传福音的话 你就是说一个人是专业的话 那为什么他专业 我跟你讲 因为他有果效 如果说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传福音的话 我们是一个专业传福音 那我们传福音就应该怎么样 有果效 这是教会要怎么样传福音 要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 这样才会什么 有果效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二十八节这个地方 保罗这样讲 他说 所以我们传扬他 他讲得清楚 我们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 传扬主耶稣基督 是用诸般的智慧 全家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迎到神的面前 在这地方用诸般智慧 所以你去看英文版 就是什么那样的智慧 就是所有的智慧 刚刚讲到要全心 要什么 全力 这地方要传福音 要用什么样的智慧 诸般智慧 就是所有的智慧 又是完全的意思 可记住 这是诸般的智慧 而不是什么的智慧 诸一般的智慧 记住 这是诸般智慧 这不是诸一般智慧 什么叫诸一般的智慧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教会 用一个福音的策略 传福音的智慧 传了五十年 都没有人信主 我们还是继续用同一个智慧 同样一个策略去传福音 传了五十年都没有效 我们还是同样 用这种方法去传福音 这叫做什么的智慧 诸一般的智慧 这叫做诸一般的智慧 最好像你出门 每次出门 出门的时候 你向右转就撞到电视杆 向右转就撞到电视杆 一天撞到电视杆 两天撞到电视杆 第三天撞到电视杆 你撞了十年 你还在向右转出门 就向右转到电视杆 我拜托你 你可不可以那一天出门 你可不可以向右转 左转一次啊 可不可以 这个叫做 你如果一直在向右转的话 真的那就叫诸一般的智慧 同样的 什么叫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 那就是我们传福音要怎么样 不断地去研究开发 你就看看现在市场上 你卖东西 卖东西 你要顾客继续来 你不能说可口可乐 光可口可乐 对不对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他们是一百多年前 这个formula就有了 这个formula是美国最高机密之一 对不对 但是可口可乐你看 它这个formula 就算它这个可口可乐 这个formula 它是不是只有 这个可口可乐的产品啊 你去看不一定 这不一定 在这个可口可乐历史里面 你看到它的包装不断地改变 你把改变都过非常多次了 对不对 你看到它连它的口味 一天开始里面 喝下去有人说 你知道喝一瓶可口可乐 就跟喝 吃 吃什么 一罐的糖是同样的道理吗 你知道 哇那真的 那可口可乐研发一个 叫做 叫做什么 Cocacola Zero 那个不是神风特勾队的Zero 对不对 那是什么意思 零卡路 零卡路 所以连可口可乐 都要不断地研发 同样的 当我们要去传福音 让人家信主的时候 这样的难度 我跟你讲 比你去买可口可乐更难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想 用猪般的智慧 许多人贡献他们的智慧 连怎么样 连失败的智慧 我们都要贡献出来 我们去传福音 被人家拒绝 这个都有智慧 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 因为失败的智慧 是成功的智慧的妈妈 对不对 对不对 失败为成功之母 连失败都有智慧 所以说当一个教会 他用诸般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越来越专业 所以说保罗说 在基督里面 将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 全心全意 用诸般智慧传福音的时候 教会成长是一定的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依靠神 其实依靠神没有错了 人会信主 这当然是神的大能 可是什么叫做依靠神 依靠神就是 你用诸般的智慧 来做你能够做那一部分 但是神就会怎么样 神就会做 他才能做那一部分 这叫做依靠神 而不是怎么样 我们躺在那个地方说 主啊既然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那我们就躺在那里不要动 让神来脱好了 这不是依靠神 因为在这地方 他讲到很清楚 他说我们传扬他 要用什么样的智慧 要用诸般的智慧 要用诸般的智慧 如果你看看 初代的教会 他们就是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 所以圣经里面跟我们讲 你看那初代的教会是怎么样呢 你看他说 于是诸般的道就传遍那一带的地方 《诸诸行传》第十九章 那个地方说 所以诸的教会就大大兴旺 而且怎么样 得胜 他说怎么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诸般的智慧 去传福音的时候 诸般的道是怎么样 会失败还是会得胜 一定得胜 而且我讲 哇这真的是太好了 怕就怕在什么 怕就怕在 不是怕我们会失败 怕就怕在我们不做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用诸般我说 连失败都有智慧 的时候 他说得胜是怎么样 得胜是一定可以预期的 主耶稣就是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什么叫道路 走得出去才是道路 走得出去道路 如果我们敢宣称说 我们有教会 我们拥有神的道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道怎么样 传得出去 走得出去 传得出去那才是道 不然的话神的道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封闭的道 神的道一定能够被传出去 因为神的道路怎么样 是不会被捆绑的 这就是教会的本质 传福音是教会唯一的一个使命 这不是说教会有传福音就好了 还应该尽心竭力 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保罗在那个地方 他就想到说 你看从你们头一天开始 成立菲利比教会 你们就是全心全意 不断地用诸般的智慧来怎么样 来传福音 所以我想到你们的 我就是怎么样 我就是怎么样 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 可是我跟你讲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只有保罗 保罗对菲利比教会是这样子 因为保罗写给菲利比的书信 就是什么 是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所以事实上 你应该想 如果说保罗想到菲利比教会 他晚上想到了 做梦梦到菲利比教会 他就会笑醒 对不对 笑醒 然后醒的时候 想到菲利比教会 他就会怎么样 又在那个地方笑 所以我跟你讲 当这个事情是写在 写在圣经里面 就代表说 其实当一个教会 不是只有菲利比教会 当一个教会 当一个教会 全心全意传福音的时候 这是一个神 想到了之后 就会怎么样 欢欢喜喜 这就是一个神所喜爱的教会 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教会的情况 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教会的情况 我们都是在围行 例行的事工 你又去看看很多教会 看他 这个过去十年来预算 其实涨得差不多 就问他说 你这个预算为什么这样编 他说因为我们去年这样编 你就问说 那去年你不会这么编 因为我们前年这样编 那你问他说 你前年为什么这么编 他说因为我们大前年这样编 说来说去都是怎么样 其实一个教会 好像他就是 只是为了要维持 他的正常的运作 其实这样子 其实那个教会已经失焦了 他只是为了 他力行的工事失焦 而这不知道说什么 其实教会的整个事工 应该要用步道为导向 如果只是维持力行事工的话 那个教会是怎么样 叫做苟延残船 他只是维持什么 维持什么 维持想要维持 这个教会继续下去 他另外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看到教会 其实常常就是什么 是用内聚跟防卫型 我们有真理 但是我们很怕外面的 什么世界上的 奇奇怪怪的东西 怎么样 来 所以说我们就 大家都躲在一起 我们常常讲到说 每天教导就是 真的真理 一定要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真的真理 那讲完了呢 讲完我们也不知道 要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长期不步道的结果 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防备 防备这个防备那么 防备什么 防备怎么样 防备魔鬼的攻击 如果我们教会里面 有一点点的纷争 我们说事情大了 大事大丢了 对不对 事情大了 魔鬼已经来攻击我们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向你保证 如果我们教会不传福音的话 魔鬼会不会攻击我们 不会 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话 魔鬼不会攻击我们 为什么 因为魔鬼喜欢你都已经来不及了 魔鬼是不会攻击你的 不然的话 如果攻击你 哪一天你醒过来 要说 那我现在准备去传福音了 魔鬼不是非常倒霉吗 对不对 其实不传福音的教会 魔鬼是不会攻击你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不传福音的教会 正符合魔鬼的心意 所以这是现在教会的一个情况 还有现在教会 迷信叫中央聚会型 中央型的聚会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应该尽量注大一点 注重灯光 注重音效 讲到要什么 讲到要吸引人 要找那个超有恩高的讲员 吸引人家来来来聚会 其实我想聚会非常重要 聚会非常重要 但是这不是教会发展失落 正确的教会的道路 应该是怎么样 正确的道路应该是 这个聚会 教会的本身就好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 把人拆出去 这样什么 一个教会应该是 有人这样讲 有人讲教会的开始 是在聚会结束之后 教会的开始是应该在聚会结束之后 这群人出去干什么 出去像蚂蚁熊兵一样 到处遍地开花 都在干什么 传福音 都在传福音 你知道航空母舰 有人这样讲说 美国只要世界有动乱 世界有动乱的话 美国总统第一句话讲什么 第一句话讲什么 第一句话讲说 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所以只要世界有动乱 美国的总统 常常就讲 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可请记住 航空母舰本身有没有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 航空母舰本身 你看到上面就平平的 有什么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航空母舰本身没有 它只是一个平台 什么有战斗力 航空母舰 它是怎么样 它上面所在的东西有战斗力 它上面的飞机有战斗力 所以你看到 什么有战斗力 一个教会不是 应该是成为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 不是我们大家 要这个地方聚集了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什么 Purpose is served 不是 应该是怎么样 教会应该是从这个地方 聚会结束之后开始 看到了什么 人就出去了 在那个地方传旨 所以说开幸福小组就不一样了 开幸福小组 我们就不是在以中央的聚会 来到这个地方 就说感谢主 一切什么 All down 不是的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聚会结束之后 我们的工作怎么样 我们的工作才开始 应该是什么 这里应该是一个航空母舰而已 才看到 所以说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教会 我们要建立什么 以步道为 为事工的架构 要用步道 作为门徒训练的方向 要建立一个人人专业步道的文化 其实要用步道 作为导向来建立教会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事工 所有的事工 都以步道为中心 而不是以维持为中心 所以所有的事工 都应该有国度的扩张性 要有攻击性 而不是防备性 那再来呢 要用步道来架构 整个教会的事工 所以简单的说 就是用传福音 步道来衡量 我们的一个事工 是不是直接或间接 跟福音有关系 如果一个事工 做得再好 再受人家的欢迎 但是你想不出来 它跟福音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事工叫做 一个迷路的事工 这个事工再受欢迎 我们都应该怎么 都应该把它停掉 因为它跟步道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讲说 门训门训 大家要赞成门训 但是门训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门训就是在上课 上课上课 上到最后 自己都变得糊里糊涂 不知道要上课 要上到哪里去 到最后就呆掉了 所以说其实一个教会 其实步道门训 其实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目的 应该说是 一个唯一的目的 门徒训练 是为了训练干什么 耶稣基督 召门徒 要叫他们做什么 你来跟从我 来上我的课 上完课之后 发给你证书一张 感谢赞美主 你已经变成 传福音的expert了 耶稣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耶稣你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怎么样 得人如鱼 不是给你一张certificate 而是怎么样 叫你去得人如鱼 这个我们在下周的信息 还会再讲清楚一点 还要建立一个传福 人人步道传福音的平台 你把它训练好了之后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传福音 你知道人 传好之后 我们就请大家去传福音 出去了之后 他碰了怎么样 碰了一笔子灰之后 这个失败几次之后 看自己 孤掌难民 孤军奋战 最后很快的 他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有传福音的恩赐 从此之后就怎么样 从此之后就进入 门徒训练的桃榴 永远下去 永永远远 对不对 就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上课 都不知道自己的 因为他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他就认定说 我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只有少数人 有传福音的恩赐 那我是有什么的恩赐呢 我是有上课的恩赐 对不对 其实教会应该给大家一个平台 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给大家一个平台 我想幸福教组 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恩赐传福音 都有恩赐传福音 就是平台要对 还有要建立一个专业 步道的一个机制 步道训练要专业化 什么叫专业化 什么叫专业化 专业化就是 其实今天如果你生病 你会去找谁 如果生病你会找谁 你会不会去Starbucks 喝杯咖啡 不会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一定会去找医生 为什么 医生 为什么你说你生病 要去找医生 为什么 医生专业 你去Starbucks 他没有办法医好你的感冒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 这叫专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当要一个人信主 事实上我说 这个难度非常地高 所以说这也要专业化 所以说你会想到说 谁要传福音 当然是教会传福音 当然是我们要来传福音 但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总是两句话 总是两句话 对不对 信耶稣很好 有空来我们教会咒作 我跟你讲 你如果讲这两句话 人家会信主 我真的是服了你 我跟你讲 这说这就是不够专业 你想看 信耶稣很好 你有空来我们教会咒作 人家就会信耶稣吗 没有要建立教会步道的一个文化 很多时候 我们 驱策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文化 当你看到 当你看到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 你说从捷运车站 你说从捷运车站一出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潮汹涌 你不知道东西南北的时候 常常是怎么样 人潮就把你带着往前走 对不对 你就跟着人多的地方 就往前走就对了 如果你有一群朋友 他们都在喝咖啡 他们都在每天 就在喝咖啡 讲咖啡 磨咖啡 对不对 闻咖啡的香 一下说Essopecia的咖啡 Coscarica的咖啡 Java的咖啡 你到最后你喝不喝咖啡 你只要跟他们在一起 你就喝咖啡 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里面 你看到每个人都在传福音 你要这个传福音 我这个新朋友 这个Best 这个Best 那个Best 我传福音 这个人信主 那个信主 到最后 一个人他就来到一个教会里面 他看到大家都在传福音 他认为一个基督徒 传福音是什么样的事 天经地义的事 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如果你到一个教会 大家都不传福音 那你觉得一个基督徒 不传福音 是什么样的事 就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就是教会的文化 这就是教会的文化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要教会训练门徒 去传扬福音 所以教会呢 就要以步道为导向 努力建立一个 人人步道的教会 又是才能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父 我们恳求你 主当你自己的心意 向你自己的孩子们显明 当你自己的百姓显明的时候 主我们就说 我们自己蒙招出来 跟随你 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那就是传扬福音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即便失败 我们也愿意用失败的智慧 研发出成功的智慧出来 用各样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 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 可求你帮助我们 这时候我们用奉献来敬拜你 这是我们十一的奉献 更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主你来使用我们 因为我们得了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 现在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 恳求你来悦纳 愿我一生 愿我力量 就是来荣耀你 带你 再多带一个人 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你的恩赐 述说不尽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 奉靠主耶稣 将自己献上帮助火器 做出圣剑归中的器皿 提供福安慧 归必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充满我的能力 高举伤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弟兄弟我们请起立 用这种诗歌一起来回音 天上当作火器 做出圣剑归中的器皿 你所福安慧 必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充满我的能力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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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一意 我主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我主荣耀的呼召 我主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我主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一身一意 我主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导 好不好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用一点的时间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你知道你自己活着的目的 来到这里聚集的目的 你是否愿意 你说我用献上我的一生 你刚刚已经唱了 我献上一生 我全心全人都献给你 你会不会去这样子 去传福音 说耶稣基督要你做的事情 It was surprising 为什么你感到非常地惊讶 主你听到我们众人的祷告 在你的面前 主我没有再浪费时间 你用我一生 就是传扬你的名 哦主啊是的 当我们听到 主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想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都觉得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躲在这个地方 蛮舒服蛮好 大家彼此互相相爱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的地方 不但是我们可能忘记 其实我们的聚集 是为了那不信的人的存在 主要是我听到这样子 我明白了 就我自己一生的命定 没有护照 我愿意 朝着那标杆直跑 有主办的智慧 再更领更多的人 来到你的面前 用我的生命 来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情 愿这样祷告 就被你来垂听 就活化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仍然站立 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愿天父的慈爱 充满浇灌你 愿圣灵的力量 与你同在 保守安慰坚固 与你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奉主耶稣基督的恩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崇拜 就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当你离开的时候 我们跟两个人讲 一起去 一起去 一起去传福你 愿神祝福你 Amen 都给你耶稣 你生意 我主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唱着表态之号 好 去说说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 都给你耶稣 你生意 你生意 我主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唱着表态之号 我主荣耀的护照 因为永远脑 你上一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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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